亚洲京都城市水晶酒的响亮名号 留下不少金矿等重要文化资产与史基 黄金博物馆近年借由公司协力形成矿山学的脉络 由水晶酒矿山人与博物馆人共写矿山志 探索矿山生成的来龙去脉 今年11月矿山志创刊号正式发行 也象征矿山学开始展开新的里程碑 矿山志的内容其实也是呼应我们在地很多的一个乡亲 甚至他乡来这边做客的一个矿客 那是这种形式 来大家一起来续学 它这个尺度呢 其实跟我们现在在推的矿山学是息息相关 矿山学也是这三年来发展成的脉络 从人文的地理的历史的艺术的宗教 所以就铺成了我们矿山志的这一次的六个主题 黄金博物馆馆长表示 矿山志创刊号以家园的尺度主题出发 共邀请六位矿山人 分别从不同的面向述说对家园的情感 内容包含鸟看的人神共构 地底的矿脉动力 地表的风土风水 厂房的前世今生 聚落的消逝蜕变等篇章 我觉得可以借由矿山志 就是知道金瓜石这边的历史 还有居民的生活 还有他们的感想 觉得很珍贵 因为就是在都市生活的时候 都感觉不到这些 就是在山上的居民们的 就是一个就是生活的情况 这样我觉得非常有趣 那矿山志是一个很有知性感性 很有趣的一个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 拜读我们矿山志 也更了解我们矿山的宗教 艺术的一个文化 甚至我们矿山人曾经在这打拼的过程 我们期待矿山能够传承 我们以往的一个鲜明的脚步 知道他们的辛苦 我们也希望发扬给后代的子弟 能够新传下去 交易生根扎根 矿山志呼应着停刊 近半字迹的金童月刊的精神 金童月刊是昔日在台经公司 内部发行的刊物 内容从公司讯息布告 矿业技术研究到员工居民 日常生活 充满了在地矿山的精神 矿山学的发展延续此精神 融合了历史发展 文化资产 地质生态 提供矿山志更多书写空间 并期待矿山学 不仅是地方知识学 更是新北学与台湾学的一环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道